做好小馄饨和锅贴 它居然是关键 这是左手画圈 右手画龙的感觉 比较锅贴更脆 更容易定型 加水不会炸锅吗 七点蛋糕和菜包 时间只需这么短 有没有再快一点 比如说十几分钟就能做好的 把芹菜下酒车 最多一分钟就捞起来 跟着我们做点心 厨房工作可以相当有成就感 我第一次做锅贴 真的没想到这么厉害 我第一次做锅贴 我第一次做锅贴 大家好 我是王爷 在之前的节目里呢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一些 加常版点心的制作攻略 有很多的观众呢 在我们陶醉上海 微信公众号的后台 回复我们说 真的是帮了 大忙了 能想呀 这座位有种歌 又这种比当啊 所以都垮了底心 下午茶的时候呢 最好是一些精致的小点 赌兵五的总光呢 又最好是大分一点的 实诚一点的点心 所以啊 今天我们就专门来给大家 做一期美味点心 巧手作 让阿姨妈妈们 用简单的食材 就可以做出诱人的点心 能在初春的早晨 一起床 就吃到两个大大的包子 全国呢 有两个地方的早茶最为出名 一个是广东的早茶 另外一个呢 就是扬州的早茶咯 我们第一家店 来到老扬州 学习包子的制作 盐是中国古代的硬通货 古代扬州在明清时期 是盐业中心 也就自然而然 成为了全国经济的中心 有钱了之后 大家都变着法子吃 就连一个包子 厨师也变化出了 数十种花样 在这家老扬州 你也能吃到很多种 那在我面前呢 就是扬州最出名的 三种包子了 分别是三丁包 五丁包跟青菜包 那大厨啊 你是扬州当地人嘛 你个人觉得哪一种最好吃 五丁包是最好吃 据传五丁包子的起源 与乾隆皇帝有关 乾隆皇帝下江南时 扬州官吏 为了获得帝王的欢心 聘请名厨 别出心裁 用海参 鸡肉 猪肉 冬笋 虾仁 五种原材料 制作了包子 乾隆爷爷一场 果然龙颜大悦 一连吃了几个 并且亲赐了五丁之名 你看啊 虽然五丁包好吃 里面馅料也丰富 但是它问题就是 太丰富了 丰富到里面有些名贵的食材 现在我们肯定家里面 冰箱里有什么吃什么 对吧 这个馅料弄起来 有点麻烦 对的 家里一般是用青菜包 比较方便 方便 每家基本上青菜它都有 对 很好制作 这位夏大厨 则是在扬州名店锦春 工作过十余年之久 对包子可是颇有研究 面前的这些都是做青菜包 所有的原材料 而要做好包子 第一步的和面 也是相当重要的哦 正常说家里一家有三口 十四口左右的人 喝个两斤面 两斤面要做到二十几个包子 二十五六个 一斤面是十三个 十四个 每斤面粉加入二百三十克左右 四十度的热水 水边倒边活 打至三到四分钟 放在一边 先醒发五分钟 做青菜包子第二步 馅料 一般都是用本地的上海青 跟着带一点点青 水烧开了 那个青菜下去车 最多一分钟就捞起来 两斤面粉 基本就配一斤的青菜即可 青菜捞起之后就可以切碎 用手或者纱布 把青菜中的水分完全逼出 之后再切上三十克左右 泡好水的蘑菇 搅拌均匀之后 再次放入十五克的盐 糖二十克 油六十克 有条件可以放猪油 青菜包的心子就完成了 第三步包包子 把刚刚醒好的面粉揉搓之后 切成每个三十五克的面团 擀成皮 放二十克左右的心子 在家只要包成一个包子的形状即可 一龙八个正正好好 现在可以上锅蒸了对吧 不行了 要醒了 要醒最起码要四十分钟至五十分钟 包好了还要再醒 对对对 那大概醒到个什么程度呢 醒看到表面有一点发泡泡了 就是说有一点发大了 它才能蒸 如果这样子蒸出来 它面比较死板 醒完的包子会变大一倍 这时候放在已经冒着热气的蒸锅上 注意蒸锅一定要预热到有蒸气 蒸八分钟左右 香喷喷的早点即可完成 学完之后 阿姨妈妈也可以给自己和孩子们 做诱人的青菜包做早点啦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一道 海带鸡蛋饼 是的 你没听错 在原本鸡蛋饼的基础上呢 加入了海带 干贝 还有牛奶 食材种类更多了 可以摄取的营养呢 也会更加的均衡 你想知道怎么做吗 很简单 就要在微信的搜索栏里面 输入陶醉上海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就可以了 对于喜欢吃点心的观众 这家苏小楼点心专门店 一定是不能错过的 在他们家 你能够以亲民的价格 吃到数十种手工现奏的点心 比如面前这道 金黄脆嫩的黄鱼春卷 以及沾满麻酱的 上海人鼎鼎喜欢的麻酱面 还有获得过全国金奖的小龙 接下来 从未做过点心的王一焉 将会走进这家苏小柳 看看他能否学成而归呢 我刚才看到 你们很多的点心 都是很精致的 那其实对于我们 在家来制作的话 好像会有点难度 对 我们店的点心 就是说制作起来的确不容易 但是我们专门为适合家庭 推出了就是说两款小点心 一个是小馄饨 还有鲜肉锅贴的操作 就是说还比较容易着手的 你别说啊 像蚌灯啊 骨贴啊 肯定是比较家常的 而且呢 老师要介意大家都喜欢吃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徐师傅会教我们一些 什么小妙招呢 那我们先从小馄饨开始 可以的 小馄饨是上海人 喜欢的早点之一 不过怎样制作小馄饨 才能够让肉馅更加细腻呢 面前的这些 都是制作小馄饨的 主要原材料 第一步搅拌 首先就条线的好吃 包出来 然后就肯定好吃的 可以选择肉瘦的7 然后肥肉放3份 然后打起来 选猪前腿肉 对 也比较内的 然后做出来和这个效果 都是一样的 都好吃 对 所以就是像那种 广施拉肠一样 要有这个三七肥瘦比 对 有这个 是吧 一家人只需要准备 一斤肉 也就是说 选用七两斤肉 三两肥镖 再加上六克盐 和六克味精 拌在一起即可 然后呢 要分次加水 然后这水呢 也是很重要的一步 等一下 你刚才说 要分次加水 对 分次 什么意思 就是说呢 你不能一次加碗 比如我们用三两吧 你不能一次把三两都倒进去 因为一次一次加呢 它更容易吃更多的水 然后吃起来呢 混沌有汁 然后每次呢 就搅到粘稠了 就是 拿起一张皮 对吧 然后呢 挑线呢 就是皮核线核 一比一比例 一比一 比如皮五克 那线也加五克 就我们放在这中间 然后手呢 这里这两只手 要放在这里 看到没有 你等一下 我来学一下 好 就是放在这里 看 然后放在这里 就是说你 是不是就是说 手是把它握起来了 然后中间插过去就好 一捏 就是变成一个小红粒了 大拇指和食指 分别固定住 混沌的两边 再用木棒 以垂直的方向 从掌心外 往掌心里一搓 混沌就包好了 一块皮 是吧 一比一是吧 对 这差不多吗 差不多 少了 多了 多了一点点 多了一点点 多放一点嘛 对吧 老顾客 对 谢谢大家会顾 然后是 把它这样 这样剥起来 这个 然后这个给它 按紧一点 然后捏紧好 这样吗 对 这样就差不多了 你看 怎么样 然后这可以把它 倒过来 你看让大家看一下 王老师还可以吧 小馄饨煮的同时 汤料里 就可以加上 三克左右的盐 以及麻油 用水泡好 盛上小馄饨 放入蛋皮和台条 小馄饨就完成了 对于厨艺小白来说 基本上都能够做好 而接下来 锅贴的难度 则会有所上升 所需的材料 也净烈按上 第一步 做皮冻 皮冻需要猪皮 生姜 香葱 料酒 猪皮汆好水之后 切成麻酱块的大小 倒入煮开的水中 开水呢 是猪皮的四倍左右 比如放一斤猪皮呢 就是放四斤水 然后再放二十克姜 然后放个二十克葱 料酒倒一勺就够了 一勺大概十来克 我们来勺的是 然后就可以煮了 如果用普通锅具 皮冻需要熬制四个小时 但如果高压锅 则四十分钟就足够了 熬好的情况下 就是说你找勺子拿起来 它会有点 就是说粘稠了 然后你用手呢 就是说一捏 它中间会出拔丝一样的 对 所以说就是炭酱 肯定是煮好了 皮冻熬好之后过滤 并且在冰箱中冷冻结块 我们也可以同时准备 勾贴制作的第二步 馅料 打馅的步骤和我们的小红炉 是一样的 然后最后就多了几个调料 然后生抽啊 酱油 葱花 就是说酱油也是的 你加个一斤加个三四克就好了 加点酱油 然后继续搅拌 锅贴呢 做好就可以 就加一点麻油 提香 对 提香 还可以就润滑吃点 把之前在冰箱中 冷冻好的皮冻切碎 再次放入馅料 一起搅拌均匀待用 阿姨妈妈如果觉得 皮冻过于繁琐 可以不做 不过口味肯定会有所下降 第三步 和面 但这一和面也有小技巧的 就是说我们的热水呢 要边倒 然后就是边去搅它就这样 哦 对 边倒边搅 对 就是说你这倒着要搅它 就是不能烫死 不然会把面烫死的 哦 这个挺锻炼左右脑的嘛 对 还行吧 就是左手画圈 右手画龙的感觉 这两个手要一起开工 和面的整个过程 大约五分钟左右 把大个的面团 分成二十克左右的面团 然后我们拿一个擀面杖 哦 还有擀面杖 对 用擀面杖要擀成皮 哦 擀面皮看起来简单 但王老师告诉我们 他自己擀的时候 感觉需要花比较大的力气 才能够把面皮彻底擀得匀称 第四步 包锅贴 相比较起小馄饨 锅贴包起来反而容易很多 按照饺子的样子包也都可以 没有太大的约束 只要样子像个锅贴 包得严实就可以了 王老师上手之后 也是驾轻就熟 对 这个也可以 这是王老师的作品啊 我觉得咱们每个人家里面 包出来的锅贴可能也都不一样 但没关系 关键是这个窍门跟步骤 煎的时候啊 有的人啊喜欢吃锅贴那个底 要稍微焦一点脆一点好吃 是的 对吧 对 所以在煎的时候 是要时间久一点还是什么呢 然后煎吧 煎个八九分钟吧 为了底脆 可以先放油和锅贴 油冒烟之后 放入一勺水 水要加的 现在加呢 就煎出来锅贴更脆 更容易定型 加水不会炸锅吗 不会啊 你我来表演 你看一下 我想要让后面一点 对 不用的 你看 没有一点反应 看到没有 所以你不用担心 加水五十克左右 盖上锅盖煎七分钟之后 再次掀起 然后要撒上白芝麻 哇 开盖的那一瞬间 好香哦 然后撒上葱花 对 葱花 喜欢吃葱的 可以多撒点 就是说葱花也会香 然后我们再煎个 一两分钟就好了 就完成了 你看一下 你煎成这个样子就好了 对 这是这四个 这是主持人包的 你可以拿出来 很漂亮的 就捏个他包的就好了 我第一次做锅贴 真的没想到这么厉害 看看王老师 为你们打下的江山 总体而言 锅贴在制作的步骤上 要比小馄饨多一些 制作时间起码需要一个半小时 适合一些有时间 也有一定厨艺基础的问题 一边要看节目 一边要记录菜谱 是不是有点措手不及呢 没有关系的 大家只要关注我们 陶醉上海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会把菜谱和具体的制作方法 整理好 在微信公众号里面 推送给大家的 另外呢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微信公众号里 左下方的陶醉商城 点击进入之后呢 您就可以购买到各种优质的 生鲜水果和一些家居用品了 还有啊 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想购买阿易海参 现在呢 可以享受送货上门 或者是免费有机的服务哦 接下来 一位获得过诸多荣誉的西点大厨 会教授我们制作西点的技巧 叶卫 世界橱联认证国际裁判 中国烹饪大师 获得过西餐甜品类的奖项 更是不计其数 能够获得如此多的荣誉 叶大厨说 源自他心中对甜品的热爱和创新 而他每次有新创意的时候 一定会第一时间 把他的想法带到这家 开在丰盛里的甜品店 那能不能教我们观众一些 你看啊 又好吃又简单的西点呢 完全可以啊 我会教大家做一款 颜值也很高 营养价值应该也不错的 然后外面食堂买不到的 买不到的 对的 是你自己创出来的吗 对是我自己研发出来的 面前这道草莓燕窝不美 可是叶大厨首次对媒体公开哦 而这道甜点所需要的配点 其实也很简单 不过 然后呢 我们这个布蕾里边 会用到一些燕窝 等等 燕窝太贵了吧 你让我们 大家就去买燕窝吗 因为甜品里边 燕窝还不是为主嘛 它只是会打碎在里边 那所以我建议大家 不用去买整盏的燕窝 你可以买碎燕 大概成分也 隔下来就二十多块钱吧 那我们现在就赶紧跟着大厨制作这道好看又营养的布蕾吧 牛奶和新奶油放在锅里先要煮到七十度 那煮之前我们先要放一点糖下去 糖融化以后不会使蛋奶和牛奶煮焦 然后接下来再把顺利的糖和蛋黄混合均匀 之后用过滤网把蛋奶混合物过滤一遍 再把杂质筛选出来保证口感 隔水烤一般指的是用在奶酪蛋糕的烘烤过程中 将奶酪蛋糕放在烤箱中烘烤时 要在烤盘中加入热水 避免明火加热温度过高 在烤箱烘烤的时候 可以同时准备一下布蕾上的配料 用爆米花加上焦糖在锅中炒上一分钟 等布蕾烘烤完毕之后 可以直接放在布蕾上 加上泡发好的燕窝水果 配料可以根据家里有的食材来搭配 一道好看又能打的甜品就诞生了 这个绝对好看的 而且颜值这么高 不怕再做皮 放到榜油去 阿姨妈妈的朋友圈应该要快炸掉了 但是一个半小时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长 有没有再快一点 比如说十几分钟就能做好的 可以了 我们可以做一个费男雪蛋糕 费男雪 十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了 对了 十几分钟 就是这款对于厨房小白都很友善的 金黄香脆的小蛋糕 只要准备好材料 十几分钟就能够做好 首先我们一起来处理一下市面上买来的黄油 把黄油放入锅中开小火去水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把它煮到像煤炸一样那么黑 很黑很黑的 那么黑 对 它就是这么黑的 一般阿姨都觉得已经糊掉了 没用了 对对对对 所以说现在我们大概都改了 我就变成金黄色就行了 金黄色 把黄油煮到金黄色 黄油去水至金黄后 倒入专门的搅拌盆内 准备下一步的搅拌 把糖粉 八蛋木粉 转化糖 蜂蜜 发粉 蛋清 面粉 一起加入已经成有脱水黄油的搅拌盆 并再次搅拌 如果没有八蛋木粉和转化糖 也可以去除 之后不断快速搅拌五分钟左右 如果混合物有所凝固 可以适当地加热 一边加热 一边搅拌 等到混合物形成金黄色黏液之后 就可以准备完成了 最后 把混合物放入模具当中 准备进入烤箱 非常常见吗 非常常见 它是很普通的一个下午茶甜品 配咖啡吃都可以 它和马德林是一样 类似于一种小型的下午茶甜品 很多人把变滥水 做成一个蛋糕配也会做 现在慢慢地都改了 把它做成一个蛋糕配 它的衍生现在很多 很乖 第三步 烤制 把放在模具中的小蛋糕 放入预制好200度的烤箱 烤11到12分钟即可 出炉之后的小蛋糕 配上刚刚制作的草莓燕窝布雷 绝对是下午茶中 最亮丽的风景线哦 叶卫大厨 教授点心 草莓燕窝布雷 费南雪 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 很多人点心制作水平 又蹭蹭蹭地往上涨了 当家里人说出那句评价 真好吃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觉得 花再多的时间 也是值得的呢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大家也都来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 不散了 我是王一燕 拜拜 我在上海 大家都在 美食情报天天搜索 玩乐榜单日日翻新 这么大脆的面包 放在哪里找的啊 这个呢 只有晚饰才供应的 这是一份 尽心为你制作的 美食排行榜 为你附上吃喝玩乐 一网打进 不用出上海 都能有旅游度假的感觉了 失火不得 不能吃 或爱的占宗 这是上档次的 传菜 想了解附上更多资讯 锁定陶醉上海